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这一次的内容我们就来讲解临金江战役 临金江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在1592年的5月18日 也就是日军占领汉城的大概半个月以后 这一场战役的主动发起者实际上并不是日军 而是朝鲜军 朝鲜军向日军发起的这一场主动进攻呢 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回汉城的控制权 除此之外,临金江战役也是朝鲜帮 在文陆战争爆发以后 第一次组织了超过1万人以上的兵力 跟日军进行政变对抗 而且它发生的地点临金江呢 也是在朝鲜半岛的正中间 临金江的西部流域 也是现在韩国跟朝鲜的军事分界线的一部分 16世纪的两场日朝战争 这个在英文里面统称是叫做Imjin War 而这个英文词语Imjin呢 除了对应六世甘智里的人称以外 这个Imjin同时也是临金江的英文名称 全称叫做Imjin River 由于在这场战役当中 朝鲜方是主要的进攻方 所以这一次故事的角度呢 我们就以朝鲜方为第一视角 这一次故事的主要人物 是一个叫做金明元的武将 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把金明元 这个颇为重要的朝鲜将领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金明元诞生的时间是在1534年的6月 非常凑巧 他和志言信长是同年同月生 在1561年 当时27岁的金明元 是获得了朝鲜无举的第一名 从而就开始了自己作为朝鲜公务员的生涯 而以朝鲜武官的身份出道以后 金明元是立刻被朝廷派遣到了朝鲜最北部的贤禁道 负责抵御边疆上不断侵犯的女真人 在从军于边疆北部数十年以后 金明元是累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在大约20年后的1583年 由女真人的部落首领 尼唐格耶所率颜的女真军队 是对贤禁道图门江沿岸的朝鲜百姓 进行了大规模的截掠 而这场骚乱 在朝鲜历史上是被叫做尼唐格耶之乱 在女真人的不断骚扰下 贤禁道的北部是一度陷入了 没有朝鲜人敢居住的状态 为了这种情况 当时已经50岁的金明元 是担当起了讨伐女真人的指挥官 并且在一年后的1584年 是成功击败了尼唐格耶的女真部落 把他们完全赶出了朝鲜临地 由于镇压女真人的叛乱立下大功 金明元是一口气 升官制了朝廷郑阿平左参赞 并且是全权负责起了 整个朝鲜北部边疆的防御 还有军事智慧 在有了金明元的作证以后 朝鲜边疆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 是再也没有遭遇过 像先前尼唐格耶之乱 那样的大规模的女真君来犯 在升官后的几年里 具体来说是1589年 金明元曾经是以朝廷巡察官的身份 作为高级官员的代表 象征性的对朝鲜南部的省份 全罗道进行军事视察 但是在他视察的期间 金明元是又成功揭发了 原为东人党的官员郑主力 企图在全罗道举兵模反一事 在郑如丽的模反案被揭发以后 金明元是又获得了朝廷极大的信任 自此以后上至朝鲜王公 下至民间百姓 金明元的名气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非常不幸 出于人生高峰期的金明元 好日子还没有过多久 他很快就迎来了 另外一个负面的人生转折点 而这个转折点呢 就是1592年的日军入侵 在日军入侵朝鲜的前期 金明元他依然是留在北部的咸进道 负责边疆防御 但是在日军逐渐向竞争逼近以后 金明元连同其他的北部将领 像胜利还有李懿等人 是被当时已经感到恐慌的朝廷 急忙从北部边疆调回 之后又被紧急投入 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当中 像我们之前所讲 胜利还有李懿是作为朝鲜前锋 直接投入前线作战 而相对的 关节比胜利还有李懿更高一级的金明元 则是被留在了后方 并且临时被国王提拔成的朝鲜陆军杜元帅 也就是所谓的陆军总指挥 负责起了保卫国王还有金城的任务 换一句话说 金明元是比胜利还有李懿他们 要更晚一步才实际接触到日军 在胜利和李懿出发 前去讨伐日军的时候 金明元和朝鲜国王都认为 自己的军队势在必得 只要投入正规军 沃库的叛乱很快就可以平息 但是在接下来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李懿和胜利两个人 分别在上周城还有中周城的拜报 是连续传来 由于同为北部边防将领 对于胜利还有礼仪的个人能力 金明元可谓是知根知底 如今这两位有着朝鲜名将的同事 连续遭遇拜北 此时的金明元才开始在暗中 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592年4月29日凌晨 为了避开日军一番队和二番队的攻势 朝鲜国王宣祖是连夜带着自己的大臣 还有妃子从皇宫逃亡 在朝鲜朝廷连夜撤退时 当时有两个武将是被朝鲜国王留在了金城 一个是我们的金明元 他为国王交代的任务 是负责带领汉城内数千的民兵 前去汉将部阵 离抵挡日军的攻势 为国王的逃跑尽量争取事件 而另外一个武将呢 则叫做李洋元 这一个人的任务则是负责控制金城内的治安 在国王逃跑期间 尽量把百姓的骚乱控制到最小 当然如果有看过之前汉城沦陷篇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金明元和李洋元这两个人呢 是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日军到达之前 我们的金明元是两个将领当中 第一个丢下担子逃跑的 根据宣祖修正实录的描述 带领了数千民兵的金明元 原本应该是负责守在汉江的周边 阻止日军渡河 但是在第一次亲眼见到对岸日军的规模以后 原本在心里就对敌人有不祥预感的金明元 是立刻打起了退堂鼓 日军数万人的战争规模 是金明元以前在边疆战场上 从来都没有见识过的 在遭遇了对岸的日军铁炮射击以后 判断兵力悬出太大 根本没有胜算的金明元 是完全放弃了汉江的防御 立刻向后方逃亡 这个行动在表面上 对于有着朝鲜陆军杜元帅称号的武将来说 可谓是相当的势态 因为它的存在 毕竟就代表着朝鲜陆军本身 是一个把国家军队个人化的象征 但是金明元为了保命 称号还有象征什么的 都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而在得知金明元逃跑以后 原本负责管理城内治安的李洋元也是一样 立刻就丢下了担子向城外逃跑 也正是因为金明元和李洋元 这两个汉城最高负责人的逃亡 整个汉城几乎是在一瞬之间 就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在5月3号前后 瑞迅的一番队还有二番队 最后是在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状况下 无需却占领汉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朝鲜军从汉城逃跑的时候 金明元手下有一个副将叫做申克 这个人在撤退的途中是跟错了队伍 他把李洋元的部队错任成了金明元的部队 然后就这么一路跟着李洋元一起逃跑 但是李洋元和金明元逃跑的路线又不一样 金明元跟国王宣祖逃跑的路线是同一条 他们是跨过了临近江 然后一直向着汉城西北方的大城市开城前进 而李洋元的部队呢 他们则没有渡过临近江 他们撤退的时候是向着金城西北方的 一个叫做扬州的地点前进 扬州地区是一块崇山军里 对于败逃的朝鲜军来说 可谓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 大家在这里稍微记住一下扬州这个地名 除此之外 申克这个武将的名字 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有关申克 还有李洋元潜伏在扬州的这一支部队 在之后的故事中还会继续出现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金明元 在汉城沦陷以后 金明元的部队是很快就和宣祖的人 在开城完成了会合 在听说汉城失守的消息以后 宣祖是对金明元大发离听 怪他没有好好守住金城 此外 在国王宣祖逃跑的过程中 他是从路上难民的口中 听说日军因为水土不服 士兵当中有大部分人 都因为得了绞绞病而没有办法继续行军 如果现在组织兵力进攻汉城的话 独克首都应该不算是一件难事 关于朝鲜百姓口中的 日军患绞绞病或者绞选的这个说法 我是爱特意去查阅一下 日本方面相关的记载 结果是我完全没有找到有关的内容 也有可能是我粗心 但是根据宣祖修正实录 自己都把这种说法定义为讹穿来看 日军在当时集体换搅选的这个说法 应该不是事实 由于当时整个朝廷都是处于逃亡状态 外加在国王身边的将领当中 除了金明元以外 是没有任何其他更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 所以国王宣祖暂时决定 不追究金明元丢失金城的责任 相反他要求金明元将功赎罪 然而趁着日军修正的期间 立刻开始重新召集兵力 准备一口气夺回汉城 1592年5月4日 在国王宣祖一星人离开开城 向平壤出发以后 金明元是立刻开始在开城附近 重新招兵买马 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内 金明元就在周边的江源道 黄海道 京畿北道 甚至是咸进道等地 召集到了超过7000人的兵力 在召集到足够的兵马以后 金明元是立刻率领本队南下 向汉城北部的临京江一带展开布阵 而除了金明元本人以外 当时逃到扬州山区的李阳元等人 也同样是在不约而同地 重新集结兵马 李阳元的兵力 除了最初留在汉城的 大约几千名兵以外 一部分先前在庆上道 还有中青道战败逃跑的士兵 在文讯之后 也都陆续来到扬州 加入了李阳元的部队 虽然是一个质量参差不齐的 残兵和民兵的集合体 但是李阳元召集到了人数 到最后也有接近4000人到5000人 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 金明元的7000人 加上李阳元的5000人 这一些在实际上 还并不是当时朝鲜军召集到的全部 在这里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朝鲜将领 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引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韩颖颖 韩颖颖这个人 虽然有着武将的名号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儒生 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过任何实战的经验 虽然实力不足 但是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自傲 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这个也算是我在生活当中 最怕碰到的那一类 从下面的这一段文字描述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连朝鲜方的史料 对于韩颖颖这个人的评价呢 也并不是非常的高 在汉城轮信期间 韩颖颖颖这个人是被国王殖民 让他立刻前往民国 把朝鲜受到日军攻击的情况 向对方的皇帝进行一个报告 韩颖颖出发的时间是4月28日夜晚 在经过半个月的火速来回行程以后 于4月 也就是5月13日前后 韩颖颖最后是终于从北京返回了平壤 跟当时只有在那里的宣祖完成了会合 朝鲜方向民国寻求救兵的过程 这个我们以后会讲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 在韩颖颖颖从民国返回朝鲜以后 他是同样带回了平安道的朝鲜军金瑞 大概1000人 这一批部队跟贤金道的边疆士兵一样 是有着常年和女军人战斗的经验 韩颖颖颖带回来的这一批战士呢 在当时可谓是有着平安道北陆金兵的一名 在得知韩颖颖从平安道带了援军回来以后 当时在平壤的朝鲜宣祖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立刻让他把这一批金兵送往临近江前线 加入金命远的战局 由于韩颖颖颖本身就是宣祖身边的重臣 在宣祖的信息之下 韩颖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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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颖� 几乎断绝沟通的状态 金蜜元在临近江的北岸进行布阵 而李扬元的部队 则是躲藏在临近江南部的山区扬州 金蜜元是根本不知道 李扬元部队的具体情况 而李扬元也同样不知道 金蜜元要重新都会进城的打算 根据宣祖修正事物中的描述 李扬元和金蜜元这两个人呢 他们自从在汉城逃跑以后 是一直都没有进行过 任何书信上的情报沟通 双方甚至连对方的位置都互相不清楚 而在最后临近江本战爆发的时候 当时的李扬元是根本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最后的战斗他也是没有露面 再次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朝鲜区在当时总共有三支部队 分别是金蜜元的郑贵军七千人 李扬元的民兵和残兵五千人 还有韩盈盈的北鲁金兵一千人 虽然总战力加起来有一万三千人 但是呢 这三个部队却是各自为政 实际上是缺乏明确的指挥 以及有效的沟通 而在战场上缺乏这两点 不管是对于哪一个时代的集团作战来说 都是非常的致命 朝鲜军队中 在当时缺乏合作性的现象 在朝鲜方的史料里也有相关的描述 像是这一段 韩盈盈在率领北鲁金兵南下 和金蜜元的部队完成会合以后呢 仗着身怀国王的特权 自食甚高来韩盈盈 甚至都不去金蜜元的帐篷里打个招呼 在战斗即将爆发前 还对自己的战友持有一个傲慢的态度 我相信不管是换成谁 都不敢把自己的背后交给这种人 相比日军的小夕心肠和加登金正 虽然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十分的糟糕 甚至还发生过差点互相斩杀对方的情况 但是要真正在战场上 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又会很快的收起个人恩怨 该进行分工的时候就进行分工 该商量对策的时候就商量对策 私底下虽然是互相厌恶的对手 但是在战场上依然是一个 可以值得信赖的友军 这里呢我们再把目光重新投降日军 在1592年的5月10号前后 加登金正的阿凡队 为了继续追击朝鲜国王 是率先离开了汉城 开始向京城北部的林金江一带前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阿凡队从汉城出发的时候 加登金正的副将郭岛直茂也是一同跟随 阿凡队也几乎是以两万多人的满员状态出击 但是在后来林金江战役爆发的时候呢 日方的资料里面 却是有少了郭岛直茂部队的踪影 作为加登军主要战力之一的郭岛队 在林金江战役中缺少相关记录 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推测的话 缺乏记录那么也就是说明 郭岛直茂在最后是有可能没有参加这一场战斗的 我这样想应该是没有错 郭岛直茂的部队到后来到底去了哪里 去干什么 这个在例子上是没有人记载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晓事情 但是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会在节目后半段 给大家做一个我自己大概的推测 在5月12日 加登金正的部队来到了林金江南部的平原坡州一带 加登队原本计划是渡过林金江 然后直接向开城进军 但是在来到江边以后呢 加登队却被迫停下了脚步 为什么呢 因为对岸朝鲜军的主力 除了韩英英还在赶来的路上以外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重新期节 由金敏元所率引的七线人的队伍 这个时候也分出了五股小队 沿着林金江的北岸展开了严密的防御 并且是完全阻断了日军继续前进的可能性 为了这样的情况 加登军二贩队和金敏元的部队 就是隔着江水各自在两岸展开了对峙 朝鲜军重整旗鼓和加登清正 在林金江对峙的情况 在几天后也很快就传过了 在汉城的日军总部 在得知消息以后 日军一番对队长小夕心肠 是立刻派出了使者来到加登军的阵地 在来到阵地以后 小夕军的使者是向加登清正提出请求 希望能再一次向对岸的朝鲜军进行谈判 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 在这个时机提出弹劾劝项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决定 到此为止朝鲜军于战斗中是连战连败 而且连首度都已经被日军占领 在朝鲜军整体士气受到打击的情况下 在适当的时间提出和谈 虽然不能说一定就确保成功 但是这最起码也算是日军的一种 趁热打铁的尝试手段 1592年5月15号 小夕方面派出的私人使者 是正式渡过了林金江 来到了朝鲜方的阵营 在交谈过程中 小夕方是再次提出了 希望朝鲜军能够考虑日本假刀入迷的要求 因为对日方再次提出了谈判 朝鲜方则是这么回应对方 日本方面的要求 朝鲜方会重新进行考虑 但是要给他们一个三天的期限做答复 为了确保自己跟对方的交涉能够顺利进行 比起来展现出日军希望跟对方谈判的真诚态度 小夕现场的使者在返回汉城之前 是还特意向佳南清政提出请求 希望他能让阿凡队撤出在林金江南部的防御 因为对小夕方的请求 佳南清政在斟酌过后是决定答应对方 于5月16号到5月17号之间 佳南清政的部队是开始陆续从破州一带撤退 佳南清政在这里之所以会这么干脆的答应撤军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也赞成小夕行长跟对方进行弹劾 相反 佳南清政是根本不认为朝鲜方会就这么轻易的接触日军的条件 经过数天对峙期间的观察 佳南清政发现对岸朝鲜军的部阵是异常的紧紧有条 佳南清政猜测 朝鲜军的士气依旧尚存 其意图很有可能是想要重新躲回汉城 佳南清政会配合小夕方面进行撤退 这其实也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在里面 什么目的呢 那就是引诱对岸的朝鲜军主动过河 对自己发起进攻 在撤退过程中 佳南清政是留下了自己的家臣 班纠平次还有庄林一新 让他们带领大约几百个人 稀稀松松的布阵在河岸的南边 装作是在警戒对岸 而自己则带领大约1万人的主力 分成两只向后撤退 埋伏在破州附近的山头两侧 只要对岸的朝鲜军打算渡过临近江发动攻击 那么加藤军的主力就可以从两侧的山头杀出 向对方进行包围式的夹击 如果作战能够成功 那么朝鲜军将会被迫陷入一种 被水作战无处可逃的窘境 而事实最后也证明了加藤金正的猜测是正确的 朝鲜军方面 他们在表面上是答应日军过三天在给予答复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 当时的朝鲜军只是在尽量拖延时间 等待韩盈盈的部队从北部抵达临近江 韩盈盈的队伍正式抵达临近江的时间是在5月18号 而在5月18号到来之前呢 朝鲜军内部实际上就已经为了是否要渡将 对加藤军进行追击而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根据日方和朝鲜方的资料记载 金明元手下的指护官之一 有一个叫做升价的武将 认为在渡案加藤军撤退的时候 进行渡河追击是一个大好的作战机会 并且以此时不断的催促总大将金明元 让他下令出兵 而至于金明元呢 因为他有过多年在北方作战的经验 所以他是得出判断 认为这个时候敌人突然堂而皇之 当自己的面撤退 这是一个陷阱的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面对升价的出兵请求 金明元在当时是选择无视 在5月18日清晨 韩盈盈所率赢的北方金兵终于抵达前线 在大概了解到日日军撤退的情况以后呢 伺服的韩盈盈是根本没有多加思考 也同样认为这是一个追击的大好机会 于是为了立功 他是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 立刻决定亲自率队 杜鹤展开追击 在韩盈盈决定展开追击之前呢 同样一路跟随从北方赶来的多名北鲁金兵的将领 是向他提出异议 说士兵们因为连续赶路而体力透支 几天以来连饭都没有好好吃上一顿 由于刚到战场 士兵们连打仗的器械都没有准备到最佳的状态 外加对岸的敌人状况 大家也都怀有戒心 所以希望能够最起码等到明天观察过情况以后再进行追击 面对部下劝阻自己出击 自尊心强烈的韩盈盈是立刻以扰乱军心为由 把那些向他提出异议的将士们全部斩首 而在金命园部队方面 先前向金命园强烈提出追击的部将升下呢 在得知韩盈盈决定出击以后 也是瞒着长官金命园私下前来河流 部署在升下隔壁的 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朝鲜老将军刘克良 在发现升下有违抗军令私自出击的嫌疑以后呢 是立刻前来对方的阵营进行劝告 说敌方的情况完全不明确 私下出击很有可能会造成危险 但是面对刘克良的苦心劝告 急于立功的升下反而是倒打一趴 说他年老怕死 还打算亲自拔刀把刘克良给斩首示众 以示军法 面对升下的威胁和侮辱 老将军刘克良是气我打一出来 为了维护自己年老的尊严 于是他也放出狠话来 说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从军了 几十年以来一直到如今头发斑白 我什么时候怕死过 我之所以劝说你是怕你耽误国家大事 说完这句话 刘克良是立刻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然后率领自己的全军第一个渡将 向加藤队发起了突击 这个怎么说呢 这也是一个冲动起来就完全不过后果的老先生 在刘克良队阿话不说就发起突击以后 升下还有韩英营的部队也立刻紧碎其后 向对岸的加藤军斩开了攻击 面对对岸朝鲜军的突然袭击 只有在坡州南岸的日军江里半舅平次 还有庄林一星也是立刻展开了印记 根据宣祖修正事务的描述 在战斗过程中朝鲜老将刘克良是奋勇当先 亲手斩杀多名日军 斗志是十分的高昂 在刘克良军完全渡过临近江以后 半舅平次还有庄林一星的部队开始慢慢的向后撤退 而在等到升下还有韩英营的部队也同样渡过河川以后 日军是开始突然回头进行反击 此时从坡州两侧的群山方向 战斗亲政总共一万人的阻力 也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突然以夹角的形势 向鲁莽过河的朝鲜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在被日军完全包围的情况下 朝鲜军将领升下还有刘克良是先后战死 而剩余的韩英营则是在已损失了众多金兵 为自己做掩护的代价下得以从战场上逃脱 在失去了中心指挥官以后 朝鲜军的士兵们就如同恐慌的羔羊一般 幸好不是死在日军的枪炮或者砍刀之下 就是自己跳入临近江的肌肉当中自杀 就如同朝鲜史料中所描述的一样 朝鲜军在当时的败相就如同风中乱液 可谓是狼狈不堪 在刘克良和声洽等人的部队 与日军展开激战的情报传来以后 身为朝鲜军总大将的金敏元 方才得知事态的发展 正当金敏元决定率兵过江 对友军进行支援的时候 出现在他面前的则是战败过来的韩英营 根据韩英所述 朝鲜军过江的部队几乎已经全灭 现在过江救援已经为时已晚 得知败局已定 金敏元是隔着临近江连连叹气 过江交战的朝鲜军将士大约有3000多人 而这些人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而在日军方面 加上临近江守备队 半球瓶刺 还有装灵一心的损失 日军R反对整体 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者 总数不超过300余人 在朝鲜军的拜报传开以后 北安朝鲜军中的士气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自战争以来 朝鲜军是一直都被先前连战连败的阴影所折磨 在朝鲜军士兵们好不容易重新鼓起勇气 决定和日军再次放手一搏时 这一股气势又在临近江一战中 是又被家庭亲战给毫不留情的击碎 当时在朝鲜军阵营当中 甚至由于害怕日军会过疆发起总攻击 有一位叫做朴中坎的武将 更是直接骑马 放弃自己的手下 而慌忙逃跑 在朴中坎骑马逃亡以后 朝鲜军中更是有人把他误认成的杜元帅金明元 这个时候在总司令骑马逃跑的谣言与军中传开以后 整个朝鲜军的情况是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朝鲜军不止于江边的各个部队 是开始纷纷出现大量的逃兵 面对士气的全面瓦解 当时的金明元可谓是手足无措 无计可施 在军队几乎都跑干净以后 金明元和韩一银最后也同样无奈地率领残部 从临近江阵地撤退 而在汉城北部的山区扬州方面 由于和金明元部队的联络 完全是处于右隔山右隔江的断绝状态 所以李洋元所带领的大约5000残兵团 是根本不知道临近江的战况 如果李洋元知情的话 他早就会带队从后方对佳林金正的主力进行夹击 当然在历史上是不存在如果这个词的 事实上在临近江本战爆发的时候 李洋元的部队还一直都在山区里 和日军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 这里我们就要说回之前给大家讲到的郭导队 由于李洋元的惨兵团 在汉城北部一带重新进行聚集 这一点对于日军的情报能力来说 是不可能不知情 而在5月10日前后 日军的主力部队才刚刚陆续抵达汉城进行修正 当时唯一一个离开汉城 向北部出发的部队 也就只有加藤进阵的阿凡队 像我们先前所说 阿凡队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 郭导直茂是有随主力一同出击的 但是在临京江本战发生的时候 郭导直茂是有不见的踪影 所以我个人的推测是 郭导直茂有可能离队的原因 就是他得到了加藤清真的指示 前往扬州山区 对李洋元的部队进行剿灭或者牵制 而在事实上 李洋元军和日军当时在山区里展开交战的记录 在朝鲜方和日方的史料当中都有存在 但是非常凑巧的是 不管是朝鲜方史料还是日方史料 是都没有给出当时和李洋元部队 进行交战的日军指挥官的名字 所以我们是根本不知道 当时这一支日军的部队所说 但是依我个人的猜测 如果郭导直茂的行踪 并不是被历史编撰者所遗漏掉 而是真的没有参加临京江本战的话 那么当初出现在扬州的 这一支所属不明的日军部队 从当时的时间点 以及从二番队在前后战术上的需求来看的话 他的真实身份是郭导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这一支有可能是郭导队的日军 和李洋元军团交战的结果 是非常的出乎意料 这一场战斗在历史上是叫做卸领之战 这场战斗最后是朝鲜军获得胜利 根据朝鲜方给出的记录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李洋元的军团通过游击的手段 截免了日军大约70人 而在日方的资料里 日军在这一役当中是损失了将近400人 这一场卸领之战 在朝鲜和日方的史料记载当中 其细节都是非常的少 基本上我们是只知道一个大概的结果 但是这一场战斗 却是自从日本和朝鲜开战以来 朝鲜方在战场上第一次获得的 比较有规模的胜利 这个对于当时处于一直败北挨打状态的朝鲜军来说 其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而至于李洋元部队在卸领之战后续的情况 在1592年4月的下旬 朝鲜军在临近江败北的战报 最终还是传到了李洋元的耳中 由于临近江战役的失败 朝鲜军的残余力量是放弃了开城 并且开始向北部的平壤方向 也许是当时宣祖的所在地展开的撤退 随着金明元等人主力的撤退 这也就意味着李洋元所在的经济道 是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被友军放弃的状态 由于临近江沿岸在战斗结束以后 是完全被日军所控制 因此李洋元的部队直接渡过临近江 向北撤退的可能性是被断绝 而为了尽快摆脱深陷敌群 孤立无援的窘境 李洋元的部队最终是在五月末 开始沿着山区向东部的江源道方向撤离 在进入江源道以后 李洋元的部队又立刻转入闲境道 打算途径朝鲜东北 以抵达平壤和国王完成会合 但是在李洋元进入闲境道以后 他的身体状况是突然开始出现下降 在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离开闲境道之前 李洋元本人在途中是不幸病逝 想念67岁 而至于跟李洋元一起行动的 那个叫做深刻的武将 也就是当初在汉城原本是金明元的部下 但是在撤退的时候 在慌乱中跟错队伍的那一位 这个人虽然在谢领之战中表现活跃 立下大功 但是他在最后的命运呢 却是非常的悲惨 这个说来其实真的很荒唐 金明元一直认为自己的部下深刻 当初将汉城跟李洋元逃跑 是一种故意背叛自己的行为 而为了对他进行惩罚 于是在从林静江回到平壤以后 金明元是立刻派出一支击察队 去搜寻深刻的下落 并且交代他们 如果找到人的话 不由分说直接问斩 这一支击察队 在从平壤出发还没有过多久 他们是立刻就在平安道东部 和深刻所带领的李洋元残部 撞了个阵兆 在不由辩解的情况下 击察队是直接将深刻捉拿斩首 当然这个时候的金明元 是还根本不知道 深刻等人在谢领立下大功的事 等朝鲜军的圣包 传到金明元的耳中以后 他是又立刻慌忙派人 前去阻止先前派出去的击察队 让他们刀下留人 但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等第二批试者 找到之前的击察队的时候 击察队是已经在反乘覆命的路上了 而他们手边的麻袋里 则是装着深刻的人头 为朝鲜军的第一场胜利 做出巨大贡献的降临 最后的下场却是如此的凄凉 这样的遭遇是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在临京江战役结束以后 原本停留在汉城的小溪行长一番队 连同三番队的黑田长镇 也同样开始向北部出发 于1592年4月26日 一番队、二番队还有三番队 是共同在临京江的南部完成会合 之后在4月27日 日军的三支部队一同渡过了临京江 并且在同一天内 占领了几乎没有朝鲜军防御的开城 在日军占领开城以后 我们接下来的故事 就会以一二三番队的进程 各自做一个分散 在日军占领开城以后 一番队和三番队是开始 共同向平安道出发进攻平壤 之后也就爆发了所谓的大同江之战 而二番队在开城以后 则是向东北改道 孤军进入了朝鲜最严酷 最寒冷的地带咸禁道 而在咸禁道等待加登清政的 则是在他登陆朝鲜以来 第一个让他陷入苦战的对手 清明曰 先进北道兵时 韩克城 而相关的战役则是海亭舱河战 原本我的计划是 在临京江战役这一片结束以后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海战阶段 但是后来我还是想了一想 不按照剧情趁热打铁 反而来会切换陆地海洋视角 这样的话 节目布料未免会有一些凌乱 反复切换地点 只会让观众觉得 难以跟上故事的发展 所以在此呢 我还是决定 有关日本海军和李孙城的一系列对决 我们在日后还是专门分出另外一条线 单独给大家讲 当然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想法 也可以在下方给我进行留言 根据各位的反馈 我也有可能会重新进行剧本上的安排 因为毕竟这一段历史太过庞大 我自己编剧本的话 有时候也会陷入这种 不知道该怎么做安排比较好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呢 我还是需要各位观众的帮忙 在此我就先谢谢大家 在节目最后呢 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销 希望在座的各位观众 能够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能够观看到会员专享的影片以外呢 我们以后还会时常给大家分享一些 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作为bonus 在上一期的福利里面 我们给各位会员观众 分享了一张非常高兴的 日本帝国时期的地图 除此之外 归纳了战国历史演变的107张图片文件 以及一张高兴的1548年 战国大明城池分布图 我们同样也是以压缩党的形式 分享给了大家 下载的地点就在我们频道的社区专栏里 方式是通过Google Drive 下一期的会员福利呢 我们是打算把柳成龙逞碧的汉文全文 以PDF档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这一套史料是非常珍贵的一集史料 如果各位观众想要通过 除了看我节目以外 以更直接的第一视角 来对日韩战争的知识进行补充的话 大家在茶余饭后的时间里 不妨可以把这一本当做小说来看 真的非常有意思 除此之外 我们在下一次的福利当中 同样也会给大家分享一张超高清的 日本京都地区的街道分布图 如果有对日本古代的这个京都布局感兴趣的朋友 这一张图的内容量绝对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 也还希望各位会员观众敬请期待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先暂时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故事讲得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 或者亚洲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